好 也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所以強買口罩 我們在今天特別邀請董事長 來到節目現場 董事長 最近忙翻了 是啊 現在口罩工廠是日夜趕工嗎 對 日夜趕工 聽說今天沒辦法出會 今天沒辦法出會是 因為過去3天 我們趕快在休息的時間 緊張所有的可以拿出來供應的 這些口罩趕快拿出來供應 因為很多的朋友 很多地方北部 南部 都覺得說 他們很多要去搭飛機的 或者是要回到大陸海外廠的 一定要這些口罩 所以有時候為了一兩盒口罩 從很遠的地方跑過去 從很遠的地方跑來跟你買一兩盒口罩 像那個 就是甚至也有台北 然後高雄跑到去 你們工廠在什麼地方 我工廠在這個彰化 彰化很久不久 有人從台北偏跟彰化去買口罩 有啊 有啊 這樣你今天來就是我的福音 你今天帶來這裡口罩要送給我 好 來 等我講一下 老闆我買不到 外面都買不到 等你你幫我加一下 因為口罩分很多種 對 這有什麼不同 好 通常這是我們的口罩 平面的口罩就是一種 一種是 一種是 這是黑色的而已 不然它本身就是一般的 叫做平面口罩 這沒有 這醫療 這不是醫療用嗎 這也可以醫療用 但是這是做黑色的 就不是醫療 它這規格是當醫療用 我聽不懂 規格是當醫療用又不是醫療 到底是不是醫療 因為有些賣的地方 它沒有藥傷許可證 所以它不能賣 所以到底是不是 因為現在政府告訴我們 醫療用口罩是可以防武漢肺炎的 那我怎麼分辨它到底是不是醫療用 好 如果是醫療用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個醫用還有字號 這樣這個醫用 對 這個醫用 所以頭幾一點要像醫用口罩 對 才是醫用 字號在什麼地方看 字號通常在後面 要有這個它的登記字號什麼 不 它這個是醫療位置第幾號 要有醫療位置第幾號 還有這個購買才是醫療用 顏色不是重點 顏色不是重點 顏色不重 我都叫黑的不是 不是 黑的也有可能是 所以重點是它是不是 寫醫用口罩 後面有沒有核可的字號 所以外面價格也有 價格也有 沒有核可字號的也有 所以背後這個也要看 要看核可字號 好 所以顏色不是重點 來 那現場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不同的口罩 好 因為這個口罩就是說 如果用N95來算的測試方法 跟普通口罩不一樣 它只是如果醫療 它只是測試矽菌的過濾效率 所以它要95%以上 但是一般現在的計势 都可以達到99%左右 99%的細菌 矽菌過濾效率 問題是這次我們要過濾的是病毒 病毒跟細菌不同 其實如果我們再測試出來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病毒也可以 病毒也可以 但是為什麼大家說這個很難檔 是因為還有一種是N95 我都掛兩盞有嗎 兩盞 比如說要不要再掛兩盞 沒差 多少 現在這個口罩 如果我們叫做N95口罩 這個是N95 就是N95口罩 如果用N95口罩的測試的標準 來測試的話 它大概出來的測試是65%左右 病毒是嗎 不是 它是過濾這個particle 這個浮灰醇的效率 這個是65 對 65% N95可以到 95%以上 所以差30% 差30% 還有一個 這個密合度 大概漏氣率 大概都是在5%以內 但是這個漏氣率是33% 平均是33% 漏氣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它打起來 今天有空 有空 所以也漏氣 為什麼漏氣這樣子 因為這裡口罩有阻力 它透過阻力 今天沒有阻力 所以小空它就透過漏氣了 但是漏氣會把病毒也漏出去嗎 漏氣氣會跑進來 不是 他是這樣 我們基本上假設他有帶病毒 我沒有對不對 我戴著口罩 他用飛沫的話 飛沫是只會走直線 所以他不會這樣穿 飛沫不會轉彎的 不會轉彎 對 只有空氣傳染才會轉彎 但目前這個病毒 只有飛沫傳染 從未講過空氣傳染 所以既然只有飛沫傳染 稍微漏氣沒關係 對 因為你漏氣在漏邊邊沒關係 因為它不會轉彎 它正面當然擋住了 而且它的正面三層 你要知道最外面那一層 怎麼有一個人 在我旁邊說話呢 那我就一直轉過來 絕對不能讓它正面 對... 你不要讓它從那個洞進來 對 所以我現在站在你旁邊說話 你來注意 好 來 好 這我們懂了 所以它會漏氣 但是原則上就像潘老師說的 這次病毒呢 它是不會轉彎的 它是直線的 飛沫傳染不會轉彎 飛沫傳染不會 所以有漏氣口罩沒關係 但是儘量 我們跟別人講話還是正面 正面不同 在側面 好 然後還有這麼多其他的呢 像這個呢 好 這種的呢 這個是C型 另外一個型態而已 這C型 這是另外一個型態 這跟這個效果呢 這個效果也是一樣 它過濾效率也是一樣 跟這種一樣 對 新聞說薄的不好 你怎麼知道薄的 薄的我沒有 薄的通常是保暖比較多 如果有特殊 如果有特殊的過濾層 也是有效 所以有效 不好最重要 就是有過濾層 對 中間的過濾層 那我們怎麼知道有沒有過濾層 當然這個怎麼分 他到底過濾效果知道 過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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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濾才知道 我們把它加開 我們把它加開 加開裡面有幾層就知道 對 知道它有幾層 它的過濾效果有不同 對 它真的要在過濾 是中間 這個過濾效率達到 九十九百線以上 所以這樣算幾層 這樣算三層 一個內層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1 2 3 那我們通常這個是帶在外面 對 所以裡面有一層這個 對 這個還有一層這個呢 對 這個因為這是 中間是這層嗎 中間這層 這個25 這15的 所以這個是 定義是M80 就是M80就是P1 定義 M95的標準 它是M80 定義是外科的口罩 外科口罩的標準是M80 我們過去比較熟悉 這大則是M95 稍微越高 標準它的過濾效果越好 對 最重要 過濾效果好不好 是中間這層 對 所以它這個算是三層的 差在內 這個是算四層 因為是M80 所以這個是四層 這個應該是三層 來 一 二 三 是這樣四層 對 那這種是三層嗎 這個是三層 可以打開我們看看 應該 雖然說現在買不到 實在是很多 但是我們為了要讓觀眾朋友 了解口罩的過濾到底 什麼叫做過濾的效果好 什麼叫過濾的效果不好 它的關鍵到底在哪裡 來 我們打開給觀眾朋友看 這一層 這兩層 這是三層 對 越多層就標示效果越好 通常是中一層 它多很多層 它就比較高 是比較高 它就過濾效率比較好 過濾效率效果 是來自於中間這一層 是關鍵 那這個越多層 當然效果就越好 對 所以這是三層 對 這是四層 四層 N80就是外科用的 所以這個效果又比三層好 剛才說65%是這三層 所以這就變到80 這就到80 這種呢 這就到95 這就到95 對 這也到95 這也到95 這是N95級 這N95 所以N95裡面也過了才嗎 N95通常是四層 通常是四層 但是它是因為材質的不同嗎 可以到N95 對 因為裡面它兩層 可以過濾到95%以上 好 我們了解了 這個有很大的差別 是最外層是防水 里層是吸水 不一樣 因為里層你帶著會有流汗 所以不舒服 它在內層是吸水的 可是它最外層是防水 不讓外頭都進來 所以你不能帶反 不能帶反 一定是有顏色的要在外面 好 所以除了口罩防武漢肺炎之外 在我們生活中 網路流傳好多好多的訊息 真真假假假假假 真真搞不清楚 所以抗武漢肺炎 有人說用53度的白酒消毒 有人說香油滴鼻孔 網路傳好多的偏方 甚至有說高溫乾燥 可以降低病毒活性 所以我們要來問盤老師 好 第一個問題我們要問的是 病毒真的不耐高溫嗎 暖氣開著准沒錯嗎 好 暖氣開了以後 當然環境溫度上來 我們可以對病毒或者對個人 對病毒來講溫度高 它當然存活的時間是比較短 沒有錯 所以因此剛剛我想 收看我們節目第一次段 李秉穎教授也講過 就是說到了夏天的時候 可能它就會比較 傳染力就會降低了 所以因此你環度溫度增高的話 那麼當然它這個病毒活性會比較低 不過絕對不能因為開了暖氣之後 就不戴口罩不洗手 如果你是戴口罩洗手 然後溫度也稍微高一點 我想是可以降低一些的 這是第一個在病毒的部分 那麼在人的部分 你想過 我們以前常講說 你是不是冤中 冤中 糟糧了 糟糧了 糟糧了不是得了流感病毒嗎 是 科學家有研究過 當天氣非常寒冷的時候 我們鼻黏膜 呼吸道黏膜 它的血流會降低 因為它血管會收縮 因為天氣冷 所以它的抵抗力會下降 所以當你的 一方面要殺病毒 一方面不可以去降到 對 它當溫度高的時候 我們的鼻黏膜的血液 是充足的 當鼻黏膜血液充足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抵抗力是增加的 好 所以這是對的 可以幫忙 開暖氣確實是對的 包括暖爐 對 可以幫忙 但是我不是說它可以防 它可以幫忙 我覺得這樣做無害 好 第二個問題要來請教潘老師 喝大蒜水 吃大蒜 能消滅武漢肺炎嗎 網路有瘋傳 好 這樣講就是說 我剛剛已經特別提到就是說 對於本身無害 然後有幫助的我們都不反對 但是我們不能 醫學界不能承認它 可以殺滅武漢肺炎 不可能 承認是不會承認的 但是有沒有 這到底行不行 當然是不行 但是問題是 如果說你只是說吃一點點 不影響你的胃部 因為我們喝太多大蒜水 胃會反胃 胃會痛 如果說你只是說吃飯的時候 比如說你吃香腸配個什麼大蒜 或者吃飯的時候配兩片大蒜 不反對 所以班老師的意思是 我們不必特別去做這件事 對 不必特別叫媽媽買很多大蒜 回家熬大蒜水來喝 沒有用 但是你如果說平常不吃大蒜 現在偶爾吃兩片大蒜 不反對 第三個問題要來請教潘老師的是 香油低鼻孔 鹽水漱口 那又有沒有用呢 好 現在來了 剛剛講說暖劑開起來 對身體 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傷害 然後吃飯吃兩片大蒜 對我們沒什麼傷害 那你說香油低鼻孔就莫名其妙了 因為香油低鼻孔搞不好對身體是很不好的 所以這個是完全無效的 這個 這個沒意義 沒有意義了 那鹽水漱口呢 鹽水漱口呢 基本上也不可能預防冠狀病毒 但是鹽水漱口是一個好習慣 你要漱漱口我們不反對 好 下一個問題要來請教潘老師的是 紅茶和普爾茶能夠防武漢肺炎嗎 這個東西我特別上網去查了一下 在2005年的時候 台灣清華大學一個許教授 他同時受聘於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 他當時因為是SARS流行 因為在2003年SARS流行 所以他2005年他就想說 把所有的茶都拿來研究 什麼烏龍茶 綠茶 紅茶 普爾茶都拿來研究 那他知道冠狀病毒有個蛋白酶 這個蛋白酶是對他 子子孫孫很有用的 所以他把蛋白酶拿來看說 這些茶對蛋白酶的抑制效果 他沒有拿病毒來做 他只是拿蛋白酶來做 但他確實發現普爾茶跟紅茶 可以抑制這個蛋白酶 所以當然這個抑制能夠抑制這個蛋白酶 顯然的有可能抑制這個病毒 但是他實驗沒有去做病毒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也沒有去研究真人 也沒有去研究臨床 所以他這只是一個什麼 就是把茶拿來跟蛋白酶做做實驗 看到紅茶 普爾茶對蛋白酶 有很大的抑制效果 所以那你說 所以那你說他能不能防五百酶 當然不可能 因為科學家不可能說沒做就說 可是你說喝喝可不可以 OK 我覺得很好 如果你覺得說今天喝紅茶可不可以 我平常喝別種茶 現在可以改喝紅茶 普爾茶 你講得真好 而且我還要講一件非常重要的觀念 每次我們感冒的時候 都說喝個雞湯 其實你說叫科學家講說 雞湯能不能治療流感病毒 不可能 但是問題是你真正去做實驗 只要有喝雞湯的人 他的感冒會快好兩天到三天 所以食物上確實有這樣的 沒有 他Kimoji很爽 什麼Kimoji 因為他覺得 就是說他覺得 他覺得他喝了這個東西 你記不記得有一種情況 是叫做安慰劑 所以安慰劑是 所以他是心理作用 因為心理作用而導致於身體 他的免疫力會上來 沒有 他免疫力會上來 你不信你問賴憲政 你就是我跟他講說這個很有效 他回去他就說很有效 其實我裡面什麼也沒給他 好 心理作用 好 那下一題 來請教潘老師的是 武漢肺炎怕酒精嗎 確實 非常怕 非常怕 所以因此你只要用75%的酒精 擦拭所有的桌面 手什麼 他都死光光 就全部死光光 所以現在目前已經確定 武漢肺炎這支病毒 因為他是一個背膜 他是一個背膜病毒 他很怕熱 雖然他講說是 56度以上是半小時 其實溫度越高 死得越快 你到100度可能很快就完蛋了 好 怕熱 怕酒精 對 怕酒精 對 最後要請教潘老師的是 剛剛其實老闆也告訴我們了 醫療用口罩就可以了 但要天天換嗎 當然要 我拜託大家 不是 因為現在買不到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問題就來了 就是你先搭了個捷運 搭了個公車 你也不知道今天在這個車廂裡面 到底有沒有人有問題 假設說今天有那支病毒 已經黏在口罩上了 然後你明天還拿來用 那不是很危險嗎 那如果真的買不到 洗一洗量乾再用來買 不行 不行 我是建議大家還是丟掉了 還是丟掉 對 對 那就真的要少出門 因為真的買不到口罩 只好減少出門 對 而且最近我們有教大家 就是說你去戴的口罩以後 拿下來的時候 要很重要是不能碰到外面 這一層 這個我們教過了 我們再次提醒觀眾朋友 戴口罩 你不要以為戴口罩就OK了 還要會戴 會拿 會換 好不好 戴了口罩之後呢 我們上次有教過 來 有顏色的在外面 對 拿下口罩的時候 一定是拉住這個繩子 千萬不要再去碰觸這個表面 因為它可能吸附了 叮咚 你又摸到你的手 手又在摸你的臉 然後吃東西再吃下去 不得了 就完了 所以口罩取下來 一定要記得這個繩子 拿下來之後丟掉 對 把它折一折丟掉 對 一次性 對 那既然一次性怎麼可以 蔡米店用呢 那不行啊